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立法委员赵振宇 十多年来爱心不间断 在春节前夕举办寒冬送暖物资捐赠活动 今年特别准备了象征一整年都安心的 十二里物资要送给巴德 大西与中立华熏地区弱势家庭 让他们过个好年 立法委员赵振宇 春节前夕都会举办物资捐赠 十多年来爱心不间断 一共准备了一千份物资 要送给巴德大西跟中立华熏地区的弱势家庭 今年特别准备了十二里的物资内容 象征一整年都能安心 十几年来感谢大家 都每次参与 大家没看到一年比一年盛大 一年比一年丰富 就是抛砖引用 我开始抛砖引用 大家都会来支持 那这个物资 这一次有特别 就是有十二项 表示说每个月都可以有一个 新的一个物资可以用 豪远市长 郑文财也特别到场参与 感谢立委跟在地厂商的支持跟赞助 让今年的物资更加的多元丰富 也能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支持公益 我想他长期在地方耕耘 那很多地方的爱心企业都很支持他 那其实这些企业几乎都是用平价或者半价的方式提供物资 那我想这样的刚好是寒流过境 那希望今年我们可以陪伴这些弱势家庭 一起度过一个春节 另外立委郑远鹏也到场力挺爱心活动 跟立委赵振宇一起搬赠物资 这些物资将会透过里长分送给有需要的家庭 委员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用 带动更多人一起关怀社会的每个角落 记者赖伟一陶原报道 桃园卢竹要怎么玩呢 桃园市议会议长跟在地议员楚春来 带大家来一趟卢竹一日游 深入五九筒山与大谷山 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夜晚的浪漫 桃园卢竹要怎么玩呢 除了观光工厂之外 其实还有不少私房景点 就像桃园市议会议长跟在地议员楚春来 带大家来趟卢竹一日游 首先来到五九筒山爬山运动 还可以远眺绝美山景哦 那里线 线就是现在去到11站讲 11站就差不多在那里 那里电塔 那里电塔 那里路上 所以说这里看到海警 几年机场捷运 还有这个桃园市啊 中立市啊都看得到 对哪里可以看到那一个杨梅区呢 我是跟你讲真的 这里是他当乡长的时候就开始规划 接着来到由北台湾小奈良之称的山脚路场 可以跟梅花路水路近距离互动 还有手座DIY可以玩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 其实里面有这个梅花路跟水路啊 可以说是小朋友来这边享受DIY最好的跟雨路亲近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别称有我们如族三角的小奈良之称啊 所以说这边啊如果有空的话来到这边跟路互动 我相信你让你的心情会更放松 最后跟着议长的脚步来到大谷山享受浪漫的夜景跟微凉的山风 搭配上香醇的咖啡超级舒适 还可以看到机场的灯光跟飞机哦 我们现在的所在的地方就是卢竹区的这个大谷山 这个地方可以远看这个机场到海边 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晚上如果在这边喝咖啡 这个看夜景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桃园卢竹除了逛街跟观光工厂 还可以到山上享受大自然的美丽跟舒适 不要再说桃园不好玩 只是你还没找到正确的旅游方式 邀请大家来桃园开心一日游 记者赖尾一桃园报道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未来要推动桃园闽南文化永续发展 推出了一系列的闽南书院课程 借此复兴传统的闽南文化 您有看过传统的闽南布袋戏吗 有趣的布袋戏表演 搭配专业老师的讲解 让台下观众笑声不断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 为了推动桃园闽南文化永续发展 因此特别推出一系列的闽南书院系列课程 并举办成国展 台语的艺术性 我们也透过一种推广教育来把它提升 包括像我们传统的布袋戏 闽南的歌仔戏 还有这种咖喱戏 我们都把它进入校园 去让学生透过面对面的学习 让他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 有这么多非常丰富 而且精彩 而且甚至是非常有艺术价值的 这些传统戏剧 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透过进入校园 透过我们闽南书院开启的各种不同的学习课程 来让它广为流传 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的闽南书院系列课程 共有五大规划 包含闽南传统民俗建筑介绍 南北馆介绍与赏西 闽南语歌曲教学 台语书艺教学 及传统记忆景校园等课程 而经过四个月课程的桃薰 学员们也受益良多 课程上面呢老师有带到有关于闽南语的一些语文的历史 还有这些语文所发展出来的歌唱 这些歌唱呢 它每一首歌都有它的历史背景 都有它的意义 那在课堂里面呢 我们透过老师的嘴巴 然后介绍 本来从小的时候都只知道说 我们闽南文化只有歌仔系 不知道南館还有一些梨园的一些序曲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话 老师的这个八堂课的指导 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泉州的戏曲里面 举手投足等等的那个小生 那学了很多 闽南文化对于许多民众来说或许不陌生 不过仍有部分的传统闽南文化 因为时代的演变 因此逐渐消失 对此桃源市政府文化局 透过开办闽南书院系列课程 不仅复兴传统闽南文化 同时也要让民众更任市民的文化之美 记者王德君谈报道 再带你来看 南侃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长辈能重拾年轻活力 并让身体保持健康 因此特别举办了孝亲日记成果展 而协会也透过展示 长辈的手作艺术品 及亲子互动游戏等活动 让社区长辈的生活更精彩 台上老师专业且充满活力的舞蹈 不仅带领台下长辈跟着一起跳起来 同时也为南侃社区发展协会的 孝亲日记成果展拉开序幕 而南侃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的孝亲日记成果展 也让关怀据典的长辈直呼很好玩 我们的孝亲活动是非常的好玩 祖孙在这边共聚一堂 天伦之乐 非常美满的幸福的感觉 孝亲活动是更棒的 因为老人家带了那晚辈过来 然后做各种活动 有年轻人在一起 那这个活动是更有活力了 有做一些手工艺 这就激发老人家的一些生活乐趣 这么大的年纪能够来这里 真的实在是很高兴 太好了 办得太好了 真的 让我们都重新把那个头脑都恢复起来 南侃社区发展协会 为了让长辈能从拾青春活力 并让身体保持健康 因此特别举办孝亲日记成果展 而协会也透过安排舞蹈 带动跳级 亲子互动游戏等活动 希望要为社区长辈留下快乐的回忆 我们今年一年一度的南侃社区 照顾关怀祭典 一年一度的孝亲祭成果展活动 今年我们更容易的做法 就是说容易的游戏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用 把阿公阿嬷按摩 还有用那些 气球那种的锤子 来跟阿公宿干杯 孝亲人就跟所有人说过头隔 但是头隔很放心 我们都用那些铁面湯稍稍微 让较劳心的生活 让阿公跟阿嬷 都会有很好的回忆 今年南侃社区发展协会 透过邀请长辈 带领自己的孙子孙女 一同参加活动 不仅增进祖孙之间的感情 同时南侃社区发展协会 也藉由展示长辈的各种手作艺术品 期望要让社区长辈的生活更精彩 记者王中军团报道 每当好大雨来临 桃园市部分地势较低的寒冬 经常会传出淹水的灾情 而大园区公所为了避免好大雨期间 民众或汽机车误闯积水叫声的寒冬 因此设置了乍兰机自动化安全系统 透过随时侦测水位 并降下乍兰 防止人车误入 去年8月的台风哈洛比席台 位在桃园市大园区 中正东路一段840项的国道2号寒冬 也因为强烈的好大雨 导致寒冬出现严重的淹水灾情 对此大园区公所特别设置自动化闸门 期望要监控水位 保障民众的安全 这个寒冬就是说 它就是在逢那个好大雨的时候 因为它是最低点的话 就是这附近所有的排水都会排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的话就会 在好大雨的时候它会容易淹水 然后公所会 就是说为了怕民众烟过去 开过去的话会 去年就是有小货车开到里面嘛 那我们为了防止民众 就是开进去造成淹水情势的话 所以我们有做那个 前后做一个警示系统 大园区公所为了避免好大雨期间 民众或骑机车误喘动 因此特别赤支160万元 在中正东路一段840项的国道2号 寒冬两端设置闸篮机 自动化安全系统 透过随时侦测水位并降下栅栏 要防止人车误入 我们公所花了160万 做了一个自动监测化系统 然后只要那个车 那个水的话 只要超过10公分的话 那那个前后的栅栏就降下来 就是防止车辆进入 然后后续的话这个水务局 会做排水相反的改善 这个是个自动化监视系统 所以说 淹水超过10公分的话 它会自动传讯息到 赖群组上来通知说相关单位 然后后续的话 消防局或警察局会过来 做后续的相关的救灾改善 目前大园区中正东路一段 840项国道2号寒冬两端的 自动安全栅栏已经正式启用 另外桃园市政府水务局未来也将针对 我们一起努力让桃园更好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